哈喽大家好 现在呢我是在海花岛的一号岛 一号岛好久好久没来了 这个在二号岛上住的居民呢 也并不是经常来一号岛 一号岛这个地方呢 相对来说还是太远了 坐车的话 今年这个候鸟来这里特别人特别多 坐车的话需要转大牌 有时候一趟车根本就坐不到 所以就得骑电动车 骑到一号岛和二号岛之间连接大桥那里走上来 今天我就是走上来的 走现在人虽然少一些 但是我还觉得在这里走一走 山山步比较好 自己走一走进来呢 也是感觉有点累 虽然大家感觉一号岛二号岛不大 但是从一号岛到三号岛整体呢 大概都是七公里左右 所以从这个二号岛走到一号岛 大概也要走个几公里 而且他们之间呢并不是直线的距离 你需要燃着这个路拐来拐去 所以路程可能会更长 走一走呢 有没有力气呢 也不知道是哪个苏开的话 闻起来很像的 像香水一样的味道 一号岛的绿化也真的非常不错 其实啊如果住在二号岛有时间的话 没事来一号岛走一走 真是非常好 不要把它当成旅游 只把它当成健身 说完饭 溜一圈 这个断了断了身体 以这种目的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很多游乐设施 来海花岛一直住行的 这个都不用担心了 而且它这个设施啊都特别新的 都是担心担心的 我随便在一号岛逛逛了 能走到哪里呢 我就拍到哪里 让大家看一看 也许一号岛有些地方你还没有走到呢 卫生间走的确实有点累啊 走累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暗爵 草地 树木 热带这些植物 而且啊 这里有很多小鸟 在这里记忆大大交互不停 那应该是莲雾 现在莲雾树已经开完花结果了 这个果子有多大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小小的果实 大概只近8号米 满数都是莲雾 非常高厂 这里呢有好多好多油垃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免费的油垃圾 小孩可以在这里玩 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那不适合太小的地孩子吧 我觉得三五岁的可能都不行 大概十岁 五岁到十岁之前呢 能独自操作这些 油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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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的话 可能玩也来 就有危险 好 去朝前走 上另一圈看一看 确实少了很多 现在的游客 可能因为后鸟们都已经回归到老家了 所以现在游客 确实很少 我过完年之后呢 来过两次 一二岛 那个时候全是人呐 而且那个时候 疫情刚刚结束 然后 还是有点 担心 但是现在 人非常非常少了 是不是又很安静了 可以听得到 这个很倾听的鸟叫 可以独享 这个 大自然这里的景色 我现在想去美西街走 这个巨大建筑 非常漂亮 当你看到那个点 你角落的时候 你还在想 是不是那个一帝 那个外星人呢 就飞船降落到这个地方了 这里呢 这里呢 是一派灰派凤海的建筑 我就是随便惯一把 从这里走过去 珍奇特赦植物园 好像从这里可以进去 到着珍奇植物园走一下 这个植物是什么 我就不太知道了 樱花大道 我住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珍奇植物园里面 我是第一次来 现在三角梅开的 正是最限量的时候 三角梅又成了叶质花 几片叶质 红下这个得像画一样 真正的画呢 是中间那个小小的一部分 这里莲屋果也超多的 结了好多莲屋 这根画不大 叫香水和欢 含羞草客 这根画显然都已经卸了 这个画呢叫冬虹 好多植物都有标牌 我要着这个珍奇植物园走一圈吧 好像从前面那里还可以上去 我上去看一下 从来没有进来过的地方 这里还是有的如实的漂亮 有点像泰国的东马乐啊 我记得一天最深的就是在泰国东马乐来的时候 看到很多这种最上的仙草 在珍奇植物园里这仙草有好多好多 为了这种球 这个球长得很慢很慢的 需要长很多年 有一种房子呢叫树 这个模仿就是树林那种感觉 在大树上建房子 走的好累啊 可以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下 看这种感觉好不好 好像穿越了到雨林里的树一样 很漂亮 在这里看来就很漂亮了 沙漠植物园 全各种沙漠植物 然后远处还有那种大风车 那个城堡 然后这里全是沙漠里的仙长 这个大树的感觉 真是太好看了 这是一个香蕉花 可以轻轻轻拌它一点点 刚刚里面香蕉 一条一条 这一个花瓣里面就是一百香蕉 这一个花瓣里面就是一百香蕉 新手摸到过这种香蕉花 这是第一次 累好多 这个树叫秋风 树皮可以提制烤酒 果可以酿酒 但是好像没有过去 念的教堂就是婚礼殿堂 晚上在那里放灯光柱 不过 应该白天 而且有植物队长看的部分很明显 这个灯光柱呢 我以前拍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自己 我在真心植物园里走了大半圈了 这个地方是非常推荐大家的 就是如果没事走一走 放手放手心情 来调理非常好 栈道飞舞 一个栈道 上这栈道上走一圈 以前这里是售门票的 现在可能是游客少了 但是什么原因 不售门票了 可以免费进来走一圈 这里是一个木制栈道 只要是树都开花 只要是树都开花 开这个花就是个样子 虽然这个花已经躲一躲不大 但是凑起来就一触 看起来很漂亮 而且味道还很小 闻起来想想 就是在栈道上看到 这里走过来 看一下 这几个 这像树的感觉 但是却比较现代 这里这栈道呢 树像树都是连接到一起的 可以从每一个都可以走过去 这里环境最热不处 不意思 这里有两棵这样的树 树干上都开着那个黄色的小花 一朵一朵 很密很密 而且还没什么树叶 这里还有一个 这样的树 这树呢 叫像树树 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在塞亚南海西树 塞亚树那里看到两棵这样的树 应该是产日非洲 因为我在上帝也疯狂地好像看到过这个树 一待会儿 那时候我看过最美的鸡蛋花 开得非常鲜艳 这是海花岛植物奇珍馆 不过这个植物奇珍馆好像没有开 进不去了 对面呢 还有一个假山 这里游览呢 大概能游览一个小时 就把每个地方都拍遍了 这个 好像 还是可以进去 看这三角梅 刚刚一个东北的家里的亲戚 也是朋友 给我打电话 居然不知道我来海南的 我来了这么久他居然不知道 然后 还要来家里找我 然后帮他调对象鸡 哎呀 时间过得好快 一转眼 来海南都快两年了 走不动了 花了六亚 这个价格想到可以了 便宜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 东坡厅 东坡立即行 也回来了 而且 建了这么一个艺术博物馆 非常有文化奇迹 整体上全走一来呢 在这个艺术馆里大概需要四十分钟 有人讲解 门票呢是七十八块钱 烧些小贵 东坡白炒堂 来到东坡俗院 海华岛飞院了 这个苏东坡呀 对于海南来说 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 海南其他地方的人不了解苏东坡 但是对于丹州来说 苏东坡太重要了 这是苏东坡的立即现 这标注恐无一人 好像还在运营之中 东坡历史的蛙蚁之馆 温如鸿生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路远走来 这里是惠运 惠州风格的房屋 这里有一个跳跳做生意的人 小孩 后面那些都是凳的 很有意思 走了一大圈 准备往回走了 派了一个平平大难的 游乱海华岛四点 走了一下中央的那个 真堤植入馆 以前没有去过 走得好嘞好嘞 都停到了 在一起 KAM 关注 但不要不文星 快点 都站下观 十iete 你 这些这些 没焦 这些